有關113年9月22日八十五十四分 在國道一號北向123公里頭屋路段發生之交通事故案說明如下 城南駕駛自小客車於上街時地時 固定於車頂直腳踏車掉落車道 導致遼南駕駛自小客車三比一不及 撞起該腳踏車造勢 那本騎士故無人受傷 各車駕駛人久測此結尾 後續由本大隊造小分隊以規定處理 本大隊呼籲用物人開車務必遵守行車安全規定 注意車權狀況切勿分心或不要駕駛 且車輛行駛中相關物品因嚴密覆蓋、混雜牢固 避免滲漏、飛散、脫落、掉落造成類似事故發生 危害自身及其他用物人之安全 如有違反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0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開罰 儲汽車駕駛人信臺幣3000餘以上 18000餘以下罰款 若因而造勢自人重傷或死亡 亦將吊扣或吊架交召 如自稱往來之危險 將亦共共危險推就辦 跟駕駛人培 可以選擇 一整個人所說的 常識的 強調 封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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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例